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看中国经营者节目的独家呈现 曹总非常感谢您满世界的飞来飞去 然后这次回到福晋的总部能够有时间接受第一财经的采访 那么我以前也曾经采访过你一次 在第一财经的波士堂节目上 大概是三四年以前吧 那么这几年其实福耀玻璃它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变化 尤其在国际化方面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跟您再做一次采访 更深地了解您对一些问题的一些想法 还有福耀集团下一步的一些发展 曹德旺 福耀集团董事长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 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一家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 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 1993年福耀玻璃登陆国内A股 2001年至2005年曹德旺带领福耀团队 相继打赢了加拿大美国两个反倾销案 福耀成为中国首家 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2011年5月 他捐出名下三亿股福耀玻璃股票 发起成立的和人基金会 市值高达35.49亿元 开创了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的先河 时至今日 福耀已成为了兵力 奔驰 宝马 路虎 奥迪等豪华车品牌 重要的全球配套供应商 在中国 福耀已占据70%的市场份额 在全球 福耀占据23%的市场份额 这一次在俄亥俄州 您的福耀的工厂正式的开业 其实在美国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包括一些美国非常主流的媒体都在报道 俄亥俄6亿美元 加上伊利诺伊和底特律 加上差不多10亿美元 是在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几乎是最大的一笔投资 是不是你这样的一种方式比较在当地受欢迎和可以接受 美国对中国收购他们的企业的反响有意义的话呢 不仅仅是因为企业卖给你嘛 所以应该考虑你哪里来了那么多钱 你收购过来有没有能力把它改造好做好 比如说在这里是挖买炭的 你现在说把美国做波音 加上收购过来的时候 你到底是需要你有钱还是想真的做波音 它从更多的应该是从这里来考虑这个事情 我是做汽车玻璃的 那么你在美国建厂 你是为了承担成熟供应的帮演的角色 那他们当然可以理解你 那您这次到美国之后 您有没有对比一下美国的制造业和中国的制造业 你觉得这几年美国的制造业是不行了 还是说美国的制造业在复兴 我认为因为 其实中国是美国人的土地 应该这样讲 那美国什么样子 中国也是什么样子 美国原来他是从1776年建国那一年开始 申部他的联邦共和国建立的时候 就开始做经济建设去搞工业化 那么这个体制呢 他经历了刚好是200年的历史 200年的武装呢 他已经工业化武装到牙齿去了 他就想他不要做工业化了 因此他提出来去工业化 做虚拟经济 去做互联网 去做娱乐业 因此他三大产业 华尔街 硅谷和好莱坞 那我们像美国 就是大批年轻人跑到美国去的 是80年代以后才去了 正好是美国的去工业化的高分期 现在在美国做制造业碰到的就是 制造业最快老板不想再投资 因为他因为去工业化老的 老的那一代已经退休或者死了 所以要是一代的时候呢 他认为是去工业化去做那个 去上市做虚拟经济是最赚钱的 各业就报复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 他以后他很聪明 觉得非常的像而且非常的快 那遗憾的就是我们没有基础 我们现在有很多农业的东西 到有台医疾不提升 人家是进入亲密与其的状态 他买五专这些农业 就是二厂也服务于一厂 三厂和IT的发展是 服务于二厂跟一厂 你把三厂作为产业来追求呢 那么你去赚钱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到美国去做生意 感觉美国反而比在中国更容易 更单纯一点 表面上看是 那实际上呢不是 因为中国呢 我出家在 出生在中国 发展起家在中国 如果我是在美国 就不一定能够发展起来 我那时候起家 碰到改革开放没有人做 没有人做刚好政府鼓励 我前从来说他高兴的游民 可以提供贷款 可以给你用费条件什么的 你现在去美国拿来做 美国贷款它非常继续 签字条件你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那个小老板就拿来做记录 对吧 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美元又在升值 是不是 我今天跟你讲 这个社会 现在的社会 生产力过剩的同时 有东西过剩 只要你有好的项目 能够被整理不是过剩的话 钱不去 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不用说具体的 你会跟哪些公司合作 你在美国发现了 哪些更多的机会呢 那是很多 满地都是 满地都是 但是那个都不会吸引我 那其实你的整个福耀 这几年在国际化方面 卖出了一些 很大的一些步子 不光是美国了 还有在俄罗斯也在投资 从俄罗斯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 伟大的国家 是吗 因为从理论上说 来评价一个国家 是不是富权的话 关键要看看这个国家 它的资源困富不困富 人口的这个素质高不高 它的国土上面呢 应该说遍地环境 它都是黑土地 无论是淡水资源 还是地下的矿场资源 它虽然人口少 但是它正在是人才大国 因此它那么落后的管理方式 跟教育的话呢 它可以跟美国抗衡 就是它人口素质非常高 俄罗斯的那个 收货高等就有的人群 人口的百分比的话 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你在俄罗斯的工厂 就管理起来 就觉得整个的工人的素质 然后管理体系 这我很支持 有一些就是年轻一代的 跟欧洲世界很接近 老的一代四十五岁以上 跟原来的世界很接近 那么就整天跳唱歌 啵啵啵下去 这样跳一队 那现在福耀已经成长为一个 汽车玻璃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现在你又在进行国际化 那福耀在国际上 有自己的竞争对手吗 现在 当然有 像那边的阿萨西 法国圣核班 那个日本版 就是那个皮革队 美国皮革导流 这都是我们的竞争队 你觉得你跟他们 最先进的相比 福耀跟最先进的 这些公司相比 还有差距吗 这个应该 从技术生产 跟员工数字上 基本上没有大的差距 但是从历史文化上面 毕竟人家是百八年 有了两三百年的公司 那这个是在文化成定上面 跟他们还是有差距 我就精神体验 体会到 二十年前 我想要一个大学生 嘴巴到讲干了 都很难弄到 现在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不是说是 牛买牛欧回来的 很多的效果文 与求其心 实际上 在美国建厂之前 福耀早已开始了 全球布局 1993年 福耀在香港成立办事处 1995年 在美国设立销售网点 2006年至2008年 在日本 韩国 德国等地 成立了子公司 2011年 在俄罗斯设立海外生产基地 截止目前 福耀已在中国 美国 俄罗斯 德国 日本 韩国等汽车发达国家 建设了海外生产基地 或设计中心 与此同时 福耀在国内市场 仍在扩大投资 并且向更高端 更智能的汽车玻璃升级 台湾国际化 我想问你这个 就是关于汽车玻璃这个行业 我想问一下 福耀在汽车玻璃这个创新方面 这些年来 做了哪些探索 汽车的制造和汽车玻璃 都是一个很传统的产业 福耀现在在探索创新的时候 在传统 从原来的功能性 现在像我们现在新一代的 所谓智慧型的 智慧型 我们更多的探索在 制作工艺和汽车功能这个改变方面的 做了一顿工作 原来我们人类的要求不高 只有一副车代步 玻璃也要求不高 能够挡分车而已 对 现在要求个性化 就是我们从 要从舒适 安全 第一个要求它的安全 第二个要求它舒适 第三个因为现在都提倡剑的 第四个就是提倡室的 所以我们做了 就把玻璃原来 原来汽车的尾巴有个天线 立起来给那个辫子 要立在柴底上面 我们把它烧下来 放在玻璃里面去 根据目前的公共上面 服务的那些器材 包括这个手机电话 公路烧费的 这个小区社会等等 这个要到芯片里面 也给它镶嵌到玻璃里面去 这个是从智能的角度 所以这些探索 就是我们知道这几年 汽车这个行业在发生一些 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变化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现在很多做那个IT的 现在变化来做汽车了 对 我相信因为它那个IT 哪钱好哪 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利呢 它是从资本市场拿的钱 因为汽车这个东西呢 不单单是安全舒适 这个这么简单 我不超那个能量 所以他们说这个是一个趋势 我是单约 那还有比如说汽车 它现在更多的使用新能源 新能源就是电瓶车 现在有很大的进步 我相信这一点呢 也还需要完成 因为你那么多电瓶呢 电瓶五六年前放一次 它不会跟社会一样长 放下来电瓶放在哪里呢 也是一个问题 那你的管理层更年轻的一辈 他们是怎么想的 他们跟中国年轻的也一样想 因为他们现在研究了很多 创新的东西 就是说虽然你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也允许他们年轻人 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 你去看我的展厅上面 他也就在做乌七八糟的东西 你称的是乌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你也允许他们去探索 对啊 因为接着他们做 刚才就谈到了这个 这个汽车行业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福耀玻璃它的未来 一定是跟汽车行业发生的变化 是结合在一起的 是 对吧 所以在这方面呢 就是你刚才谈到 你也允许你的年轻的管理层 去做更多的探索 那我想了解一下 您是怎么去在企业的内部 去鼓励大家去研发新的技术 获取更多的专利呢 我们呢就是 就是这个在每一个阶段 在这样阶段呢 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首先强调物本 物本就是不按初心 我们原来做什么 我是说七彩玻璃 对不对 物本做什么呢 装心制止做好我们的本行 本做我们的初心初意 来做我们的这个事情 嗯 第二个我们提前来求精 就是应该 肃力 就在产品提升 技术提升 管理提升 就推动经营管理 从成本控制 产品增量的提升方面呢 更应该考虑 对市场前沿的需要 因为你做了半天 只能在 存在家里的博物馆上面 那些玩法嘛 但很多市场的需求 不是现在马上就会产生了 它可能需要你有一个时间 和有一个过程 那么 那这个在我们企业里面就是 前沿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但是呢我们提出来 安全 舒适 轻量化嘛 嗯 还有那个缓晒的 就是怎么样那个 隔音的 隔热的这对 嗯 这都是属于见能观察的 属于前沿的研究 没有 我们现在的利润 主要是靠这些新技术 那说明它们还是很有价值的 不是那些无奇八糟的东西 是不是 那现在是有价值的 所以那你在决定每年再投入这个 这个研发或者创新的预算 或者投入一些人力 或者在建立一些组织的保障方面 你是充分支持的 那何止是支持 嗯 这不是 财力支持 我还有一个政策性的支持 嗯 你应该鼓励他们创新 在创新路上就是失败了也没有问题 反正 这些人 胜败是兵家尝试嘛 嗯 对吧 但是呢 倒不属于我管 哦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年轻 才七十岁呢 我跟管理权商量那个 美国我帮你管 带行总裁呢 就替卓明打工 跟卓明代表帮忙 替谁 我们的总裁啊 但你年龄这么大 这么辛苦 谁说我年龄这么大 才七十岁 你记住 中国历史上有个姜子呀 八十一岁 还是童子男 还刚刚结婚 哦 你觉得像卓明的这样一个团队 是可以担当去进行全面 日常的这种执行和管理的 这样一个责任是吗 从我的从政的经验 嗯 就创业刚刚开始建比较难 嗯 嗯 建好了我跟你讲呢 现在管理服药集团呢 有 最好当的官就是主台 做美 哦 那最难当的官就是下面的车县主内 哦 他面对的车县主要功能 官单又大又好大 嗯 又小又难大 嗯 我以前当主经说 嗯 整个集团最好做的事情就是我做了 嗯 整天开开销做错了 不承认自己做 随便骂别人就骂一下就算了 玻璃这个行业它的成长会比较稳定的往上走 不是那种现在很多行业 产生这个颠覆者那个颠覆者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那是全世界的每一个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昏显意识 那就等着被人家颠覆 没有这个颠覆者肯定必有尽有 我告诉我们之前 要因应记住必要改制一句话说 破产只有18个月 因为第一年12个月如果亏损了 后面几个月没有办法流转 你就破产了 那您觉得就是说服药它如果是面临着一些风险的话 这些风险主要是来自 比如说汽车行业突然发生了大的变化 需求减少了 还是说你的竞争对手突然有非常好的技术 这些都不会 但那你确实 这个会让你自己会颠覆你不要的 就是你不要自己呢 任何力量都颠覆不了你 只要你自己能够长期坚持 更晚的导致而保持警惕性 还有一种处置创新力量 那你就可以隐可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您对这个年轻人 寄予越来越大的希望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励他们 用精神来激励他们 用精神来激励 我认为你给他承诺多少钱 很多人有欺账的人 不要没有欺账 我不是做得很好 我的团队 我的员工总给我二三十年 我从来不骗他们 就抓住他们的缺点就照他们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外面的诱惑很多 可能我的员工比较傻吧 他傻乎地跟着我傻干 就这么讲的 刚才我翻看了您的书 《心若菩提》 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呢 不满地讲 书是我清少写的 我清少写的书名 是我自己心态的表述 叫《宁生吕伯》 《企业家的职业生涯》 《卢女生涯》 《卢女伯兵》 这个书到联名出版社的时候 社长他认为你这个太灰暗的心态一点了 他帮我改 就表面上看你这个人很霸气 耐心呢 还是非常仁慈和很深 这个意思 《心若菩提》 从今年来看呢 有一些从市场到角色层都非常关心 甚至一些担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的问题 中国的制造业的升级的问题 制造业能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 那么可以说 曹德万先生这些回答呢 其实呢 他击中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核心 他也是想让这个经济的决策层 包括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呢 来关注一下 怎么更加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 怎么通过各方面的 包括税收企业的这个基因成本这方面呢 让中国的这个企业能够 尤其是制造业 它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能够帮助他们 能够持续的发展 能够实现一次转型 能够实现一次跨越 其实中国呢 在这个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呢 不光是中国的这个决策层也好 也包括中国的企业家 应该以更加创新的一种方式 更加有为的一种态度 去参与到一个 符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过程中 多少 年居住 药 您滚